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瞬间之 《阿阳历险记》第20集 由于想快点完成我的附魔计划 阿阳我这天在水边游荡 向自己也动手踩几点甘蜡 突然一只海豚在我面前跳上了岸 死不搁浅了 别怕 我马上来救你 噢 虚惊一场 原来自己就可以回去 当我看着海豚慢慢地游进海里的时候 眼睛却撇到了一个绿色的东西 海龟 我发现海龟了 我赶紧跳进海里朝海龟游过去 嘿 这海龟真可爱 你看你看 它还在园地转圈 不过要是能把它养在自己家里就更好了 能实现这个愿望吗 我再次打开了网页请教了白兔 白兔告诉我 训养海龟首先需要海草 而海草需要用剪刀去水下采集 这还不简单 于是我拿着剪刀下了海 哎 最近这海里怎么好多溺尸啊 你一到海里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你 哎 这只手里还拿着罗壳 让我抢你的宝贝 不知不觉我就有了三十个海草 哎 那个水上的东西是什么 三叉集 好厉害啊 伤害比我的钻石剑还高 哎 那边还有一把 不过这把好像没耐久了 就不要了 我还有正事要干 想用饲养海龟最好造一个非常安全的饲养场地 因为当海龟繁殖时啊 它会在沙灯上产下一个海龟蛋 但是几乎所有的怪物都会主动地对海龟蛋发的无击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 我们就没有办法输出小海龟了 所以我想建造一个安全的海龟乐园 先把泥土兄弟了 换上海龟喜欢的沙子 呃 再到附近的沙滩里面挖点沙子过来 哎 你这蜘蛛 还想让我建造海龟乐园路上半九十啊你 哎 哎 再把这些沙子给铺到上面 这木桥两边没有水太不自然了 接下来啊 咱们做点围栏 把这个地方全部用围栏给围上 防止那些僵尸蜘蛛什么的欺负我的小海龟 呜 果然 只好把它们的栖息地保护好 可爱的小洞们就会自己被吸引过来 一定要关注转高